今年端午連假首次辦理花東鐵路實名制 有沒有改善花東居民返鄉一票難求的窘境 43號交通部長來到立法院報告 端午連假交通蘇運檢討 立委貞天才肯定鐵路實名制 但表示社會人數太少 要求中秋節擴大辦理並放寬實施對象 不要只限身份證UV開頭 涉及花蓮台東縣居民也該納入試用範圍 涉負極之外還有UV之外 他的直系血清 父母親是UV 但是他的孩子 孩子是不是UV 這種情形也很多 所以那個直系血清 怎麼樣去把他 這個是不是以父母親字 就可以作為一個資料 另外就是增加那個班次 在中秋節的時候擴大實施 其實花蓮的朋友們也應該想到 剛剛台東也一樣 那麼這個遊客其實還是他們重要的 一個地方的經濟收入 那麼在這個比例上面 還有一些車辦的安排上面 可能有時候大家也兼顧到遊客的話 可能也是一種必須要的溝通 我們會來協調這方面的事情 交通部長表示兼顧遊客速運需求 才能帶來當地觀光收入 不過擴大且常態的讓花東民眾 可以在連續假期有更好的機會返鄉 這也是交通部努力方向 如何兼顧會再研議 另外連續假期遊客首選旅遊景點之一 墾丁出現了擁塞情形 造成當地居民交通受阻 立委檢東民指出塞報主因 就是只有台一線可以通行交通大打結 要求交通部將鐵路看高速公路 延伸至橫沉半島 完完全全就靠一個台一線啊 就一個台一線啊 省道啊 那個上面其實 這麼多的遊客的情況之下 唯一真的能夠解決的方式 還是把鐵路盡快能夠延伸到 橫沉半島這個地方 另外高速公路看看能不能再延伸 現在在特別墾丁這個地方的旅遊庸設 其實還是有它的特別的時段性 那也會有一些方向性 這個都讓我們還有一點管理的餘地 您剛剛提到建設方向 我們當然會來做評估了 不過在這個之前 我們應該還是要盡量用 加強營運的方式 來先幫民眾改善一下 部長表示利用建設是直接有效的作為 但是無論是鐵路 或是高速公路的延伸 經費跟評估都需要耗費較長時間 現階段交通部已提升公共運輸運能 建議民眾利用轉乘方式來減少車潮 不過立委表示相當困難 認為墾丁每到假日必塞情形 已經長達二十年 交通部都沒有作為 而這次端午節又塞得動彈不得 何時才能徹底解決 還有待評估 記者MAS56立法院財務報導 從 runners錶購 結束 Human 積極 積極 很 可以 谢谢大家